開電動車的人越來越多 全台電動車掛牌數已經有5.8萬輛 而電動車的專屬險相關條款7月份上路 各家保險公司推出保單 9月份就會開始生效 好像是原本是五六萬 直接漲了快一倍到八九萬 我覺得有點沒有必要 還有就是感覺是政府在推廣大家 簡單簡單電動車 但是感覺又 就是我們省掉的那些油錢 又從這些別的名目上面 又想要把我們找錢再拿回去 對於不少車主來說 恐怕看到的只有保費變多 電動車達人跟資深保金透露 以原本的車險來說 一般油車一年大概花六萬 至於純電動車一年則要價九萬元 專屬車險上路之後 車體險最多貴一成 加上責任險跟電池自然風險係數 總保費最多可能貴了三成 而這個電動車專屬險還有其他細節要注意 除了保單九月生效 另外是僅限於純電動車 油電混合車不適用 投保前要注意車牌號碼是 ER1或WE開頭 排氣量單位是HP馬力 才能夠投保專屬保單 保金也說明 之所以要有專屬險 是因為電動車零件跟維修方法 跟一般傳統燃油車不同 發生的碰撞嘗試全損 損率明顯是高於傳統油車 有必要獨立出專屬險 不過並非常治 車主還是得衡量需求 再考慮是否投保 TVBS新聞 許教育黃凱進台北倉報道